汤再高一寸可就没命了 是一苍狼吧 这种生物的爪子锋利至极 又附带坏血效果 你这伤疤要恢复过来 得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啊 就是博城灾难的时候遭遇的那只 当时算是两败俱伤让它给跑了 等我证空此生 一定会亲手将它干掉 不说这个了 快告诉我莫凡在哪 之前她的双戏天赋公之于众 我就一直在替她担心 前阵子陆年手底些义干人等 突然间被开除尾部 我估计她可能要不顾任何人的指令 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你说陆年被开除了 她不会已经来过了吧 你赶紧告诉我那小子去哪了 去结界外参加历练了 要不我马上派人到金陵荒城去 这事儿我得亲自过去 还记得当初撞见三眼魔狼可是大气都不敢喘 那种只能够祈求对方没有看到自己的弱小卑微 真是永远都忘不了 谁能想到短短一年 再遇三眼魔狼 心境却能截然不同 这种靠特殊声谋频率勘测妖魔的装置 都是挺省事儿 但是要等三个小时 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也不知道赵满言他们是否顺利 我呸 打不过就叫人 说好他单挑呢 现在还不能撤 看他一眼看就可以收工 倘若我空着手归队 岂不是又要被那些家伙笑话 金星狼 你专心对付三眼魔狼 那些个独眼魔狼就让我来 就这本事也想玩偷袭 在火焰里好好相亲相爱吧 数量还真不少 估计又能够凝练出一个精魄吧 好家伙 是进阶期的毒眼魔狼 就先解决你了 雷音 是残破 又可以练成精魄了 已经第六颗星子强化了 马上就能够让雷音蜕变 想跑 好 去干掉他 算了 杀到下一个看测点吧 再收集一些残破 好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好了 更多的大星过来了 快撤 好了好了 大家撤 再完成一个地区的看探就狼狈成这样 要是把这座城全部看探完 还不能全都趴下啊 莫凡不在 找了一个强大的火力 对付起这些妖魔群来 飞机不舍 没家伙直闯祸 还说自己独立去完成勘测 我看他没多久就要灰头涂脸的滚回来 嘿嘿 哎呀 没准他早就挂了 看来要让你失望了 从我的定位手表来看 莫凡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来 真的吗 嗯 放心吧 我们先去教堂 跟白婷婷他们会合 我已经给莫凡发出了光药 看他现在的路线 就是在往教堂那边走 谁打回来了 嗯 你怎么了 打雪的那个鬼地方到处都是虫子 弄得我浑身痒痒的 真烦 这是什么 啊 是驱毒药剂 宋霞的伤口愈合很慢 是因为伤口上沾了毒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明宗 你往哪儿看呢 白婷婷 白婷婷 我一直一直很喜欢你 我真的 你不能 你不能 我受伤 白婷婷婷 我很喜欢你 快受伤 你错 你错了 你错了 干嘛 住手 住手 你们怎么了 莫凡 你终于回来了 莫凡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哼 那个说要自己独立完成勘测的人回来了呀 怎么样 生活如何啊 两个 你一个人竟然完成了两个勘测点 你看 一定是那两个勘测点正好没有什么妖魔 不是啊 莫凡第二个勘测的沼泽地 在地图上显示 那里可是西炉巨妖的灵地 自己废物 我 就不要觉得别人也跟你一样废 别以为你天生双戏就很了不起 我告诉你莫凡 你无非就是一个运气 比一般人好上很多的废渣 想打架 别胡闹了 有什么问题 回去再解决 走啊 我们到外面比一比 陆正和 你以为你是什么 这里的老大吗 对谁都指手画脚 有一个在卫部的大哥很了不起吗 成天一副救你厉害的样子 在沐泥雪面前 就跟哈巴狗一样讨好 你 你是不是也疯了 信不信 我把你给绑了 你 你还动手 你以为我怕你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明聪突然间对白铃铃动粗 也就会嘴上功夫了 廖明轩又和律正和莫名其妙吵起来 那呀 你发现什么了吗 发现什么 那些人 不太对劲 还好吧 她们平时不就这样吗 那白婷婷呢 她平日可没那么主动 她暗恋我已久 这不很正常吗 你当初不也是 那时候是不懂事 可我们 对不起 就算你现在跟我说 要离开穆家 我一样 别说了 别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 你在我心里 就是城堡里 美丽又神秘的公主 很多人 一辈子都不可能 像童话故事里一样 挟着公主出逃 所以 你 我觉得值了 你 你怎么了 我劝你 别想太多了 家族已经给我订婚了 虽然对这未婚夫 我 但世家联姻就是这样 爱不爱的 我无所谓 明雪 等等 你说的没错 今晚真的有古怪 应该是某种心灵蛊惑 刚才这凝神魔器 释放出了精神涟漪 把我的心神 从那种奇怪的状态里 拉了回来 明村会对白婷婷动粗 想来是因为 她本来就喜欢白婷婷 廖明轩嫉妒你 又对陆俊河不满 所以怒话连篇 而白婷婷对你有好感 所以受到惊吓后 对你产生了依赖 哎 还有刚才你 总之 你自己知道 所以说 最先出问题的是明村 她今天一直在教堂 帮着白婷婷照顾宋侠 对了 她独自去了附近的池塘打水 莫非池塘 啊 不好 木奴娇怎么和罗颂动起手来 难不成罗颂对木奴娇做了什么 四胖子 你竟然敢动木奴娇 我灭了你 你有没有搞错呀 是探险对我出手的 糟糕 木奴娇也中招了 喂 罗胖子 你坚持住啊 但别伤到他 什么就不要伤到他 是我快要被木奴娇打残了好吗 是巨龙将 没想到正兵小这家伙 如此深藏不落 已经拥有了一只战将级的七月兽 莫凡娇 莫凡你快过来帮忙啊 这帮家伙不知道怎么了 他们可能被控制心灵的怪物蛊惑了 你你你 那还不赶紧把怪物给杀了 一切精神类心灵内 只要解决掉那个主脑 大家就会恢复原状 否则真得自相残杀了 有道理 行 我来牵制住被控制的人 你快去干掉那个作祟的生物 我 还是算了吧 就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 我也不去 那种会控制精神的怪物 我才不想招惹 给我走 跟我走 干什么 莫凡 我看好你哦 慢点慢点慢点 前面是水池 你说 这水池里究竟会钻出什么 难道慕凡雪的现身也失手了 不对 他为什么没有跟其他人厮杀 而是拉着我杀到这里来 寒冰 冰腕 覆盖 我明白了 他确实是被蛊惑了 但因为他心无旁骛只想解决这个祸害 所以即使被蛊惑也还是要到这里来 哦 这个女人还真是有趣啊 哦 难不成明虫就是被这种水蜘蛛给蛊惑了 蛊惑我们猪 从七夕来判断 他的实力应该在普通战将级生物之上 但也没有强到尾部魔那种程度 我有凝神项链 慕凝雪一星想干掉他 唉 受不受心神无所谓了 还是有一点胜算的 封盘 天罗 煤炎 猎拳 地刹 不会吧 血兽炎 血兽炎 再持我一拳 煤炎 猎拳 红天 封盘 天罗 你 兄弟 天罗 天罗 封盘 人 人 蜀 神 人 人 神 封盘 神 神 明白了 这蛊惑魔珠的捕猎方式 就是先让那些小蜘蛛 蛊惑其他生物自相残杀 最后自己将这些半残的生物 拖到他的领地 享受他的饕铁大餐 慕宁雪 你用兵锁控制他 我给他来一个狠的 去 齐 好样的 千军 霹雳 红顶 还站得起来 来 兵锦煞弓 等一下 这威力 这威力真是太恐怖了 可是 这样的魔却烙印到灵魂上 灵魂简直不堪重负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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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休息一下就好了 啊 凝雪 这把弓 似乎与绝大多数魔具不同 究竟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也说不上来 但有种预感 这些年慕宁雪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很可能就与这变功有关